在疫情下加速了全球的企业数码转型 又为品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面对新常态下的营运环境和大众消费模式的急速转变 越来越多的品牌意识到数码转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将营运推广的工作数码化 在这方面,新权局一直不为余力,透过先进技术和科技而言的实力 协助企业和社会加快数码转型,为业界提供一条龙的支援服务 提升竞争力和效率,同时致力利用先进综合科技成就 为香港工业智能化,推动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 为配合急速的科技发展,新权局也为企业提供了 適时的未来技能的Future Skills课程 希望将壮大本地创科人才应付未来的需要 大家都听过ABCDR&S,即是AI,Blockchain,Cloud Computing,Big Data,Robotic和Sustainability 新权局在中小企的支援组,也积极帮助不少中小企同初创公司 解决数码转型路上的困难 希望透过一对一的咨询服务,协助企业配对合适的政府资助计划方案 特区政府有47个分定给大家,所以我们整天都会 如果一间企业可以分分钟申请到超过一千百万的分定 上个月,新权局我们也做了一个科誓至尖2022 邀请到一众政商创科界名人 用前瞻性的视野为企业揭开 明年看明年的市场趋势,创科的发展,前景,营商的环境 无级让港企更动释更多潜在的商业机会 我们当然也探索了企业要慢向正零碳排放的策略 国家公布了十四点规划干预,香港也带来无限的商机 相信加入政府的施政报告,面对初放发展的大力支持 香港品牌一定可以赶上数码转型的大衰势 把握好渝港澳大湾区的商机 更加好融入了国家的商循环的发展大局 同时发挥自身的优势,将香港品牌发扬光大 最后,我在这里可以再次恭喜多个获奖的品牌 希望你们的成就,可以鼓励到更多企业积极打造自己的品牌 一同促进经济促速,令香港品牌持续高峰 多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